馬英九 被馬英九出任了 明朗副秘書長的年紀 跟當年馬英九出任過 明朗副秘書長是一樣的年 所以馬英九最後當上總統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看到你的馬英九 正盤之路 我覺得馬英九 可能不是這邊很保不力 年紀輕輕接副秘書長 林非凡不想跟馬前總統相提並論 但他坦承會接的主因 是因為韓國瑜 當時候大概比較確定的 就是韓國瑜可能會出現 台灣下一個階段重要目標 大概是要打造一個非韓家園 我覺得這個是下一個階段 大概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林非凡自爆對黨內派系不熟悉 但就是因為他不熟悉 反而可以用旁觀者的立場判斷 柯文哲說 林非凡畢業就該找工作 林非凡拿來反嗆韓國瑜 我覺得畢業找工作很正常 但是有很多市長的提醒 因為當畢業就要找下一份工作 那比較不正常 距離2020大選還有半年 民進黨除了網絡林非凡 還打算培養年輕世代青年軍 現在還傳出 綠營在艱困選區找的刺客 也都和年輕人很接近 有一天像蘇娃姐一直在勸我參選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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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進來 他說 家妹你要不要選 你要不要選 我說我真的沒有要選 另外網紅486先生 和經常評論時事的 焦糖哥哥陳嘉行 也在民進黨口袋名單中 韓國瑜激起年輕人王國感 民進黨更想激出年輕選票 立抗寒流 三立新聞 方伯鋒 徐敏捐 SNG小組 台北 蔡芳報道 我自己的名字 先把這位 我自己的名字